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一师到底 One car of the time 由上田圣一郎指导 英金龙之 甄鱼 祖宾 秦美等人主演 今年日本最神秘的票房奇迹 37分钟不停运转的摄影机 一镜到底的活师电影 老实说我要跟大家承认 这部电影我真的很难选择 要跟大家透露多少的讯息 在这支影片当中 好像可以讲一些内容 可是又好像似乎什么都不透露 让你们去欣赏才是最对的选择 这真的有点困难 好 我先讲一下 这部电影很成功 会有这么好的口碑 会有这么好的票房 是可以理解的 看完之后会让人大呼过瘾 非常的舒爽 我觉得在细节 还有用心程度上面是非常好看的 节奏也非常对现代人的胃口 相比起类似的电影 是的 它其实不是一部 非常创新独特的一部电影 很多的人看完之后会想到 《山谷信息》之前的一部电影 或者是类似的舞台剧等等 但最近几年的确没有人拿出来玩过了 尤其是在电影上面 而这个导演也的确执行得很出色 很到位而且有新意 它不是一部恐怖电影 它不是一个日本版的宿院 或者是一个恐怖的活尸电影 而老实说它是一部 会让人疯狂大笑的喜剧 看到后面真的是非常的疯狂 然后你看着这部电影 还有多少的料可以端出来 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是吃得饱饱的离开座位的 接下来可能会提到一些剧情上面的暗示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要知道 去看这部电影的话 那你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回来之后再继续欣赏 不过后面内容 我尽量还是不会提到 一丝到底这部电影的关键剧情 也就是等一下还是无雷的 主角们是一群拍摄电影的团队 有演员、有导演、有化妆师 有收音、有摄影师、场记 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 这部电影除了好笑之外 最好看的就是这群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 无论怎么样都要坚持下去 拍完这部一镜到底的活尸片 我身边有很多类似工作经验的人 看完之后大部分他们都是很感动的 觉得这部电影的确有拍出这件事情来 这些影视或者表演工作者 无论是目前或者是幕后 他们的心酸还有伟大 而且剧本算是不错的 一开场30分钟的一镜到底 再到后面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也把僵尸这件事情完整的发挥到这个剧本当中 什么样的人是僵尸 是失去梦想的人 是只求生存的人 还是活在假面剧底下的人 一开场导演骂女演员的那段台词 就是这部电影非常有力的一个宣言 要演员拿出真实的情感出来 不要只是装模作样的在摄影机前面演戏 就像是告诉我们要拿出真实的感受来面对你的人生 不过这种日式的喜剧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控诉这个社会 只是会在一些小地方看到他们很有趣的暴走而已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苦中作热的精神 无论事情再怎么糟糕 今天还不是末日 那就要硬着头皮继续坚持下去 把生活过下去 继续演下去 继续拍下去 我自己看完之后是非常喜欢的 不过这部电影的招数对我来说是老梗了 加上最后的结局有一点点过于简单 让电影收在一个爽玩乐大家就可以回家的状态 会觉得有一点稍嫌不够 所以我自己的评价可能会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分 对了前面摄影机晃得太严重了 我在看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点晕车的状态 以至于前面的部分我没有办法很专心的看完 所以容易晕车的人 可能要小心前半段会有一点难受 然后有人会说前面37分钟一镜到底的部分 很烂很无聊 撑过它后面就好看了 我自己是不会这么觉得啦 前面的部分我觉得它有一种烂的好笑 然后你又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的有趣感 意思到底是我最近绝对会推荐给所有 爱看电影的影迷们的一部电影 不需要有太高的幽默感 你也可以哈哈的大笑 应该会让你开心愉悦的走出电影院 我不会说是一部神片 但是它的确是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有很多恶趣味 有很多的无可奈何 非常贴近我们真实的人生 并且这部喜剧活尸片 也在很多地方是会让人 省思有启发的 哇我应该还算是顺利的无雷 讲完这部电影了吧 这部电影适合给 不想要错过一年一度 话题性电影的影迷朋友们去欣赏 特别推荐给你身边有朋友 花大量的时间在 谣言或者是影视工作当中 然后你没有办法理解 他在忙什么的人去欣赏 意思到底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 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 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